6月18日由韩国著名导演安兵基恐怖小天后朴韩星主演的电影《笔仙2》 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发布会 用一根长达24米多 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了冲击 场面绝对的多人眼球 即去年安兵基导演进军中国的首部作品《笔仙》 一举拿下了6000万票房后 《笔仙2》宣布将冲击暑期党7月17日 众所周知7月是中国的传统鬼院 很多地方也流传着7月半鬼上岸的说法 相信在7月看恐怖片一定会更有气氛